我沒有收聽一下嗎 騎車晃來晃去的 有沒有喝酒 就是看你騎車搖搖晃晃 結果拿下安全帽 你剛剛跌倒是不是 衣服怎麼這樣 我剛剛 跌倒 前面喝完之後就有睡了一下 看到騎士衣服髒稀稀 越看越奇怪 有啊 對啊 還沒有退掉了 你還沒有退掉 你幾點喝完 大概 一點 一點多吧 結果一吹就亮燈 就是有喝 騎士自以為有睡了一下 酒就會退 我就睡起來之後 然後就 小時候應該退了 小時候退了就騎了 因為我其實騎就覺得還好 管你是睡了多久 體內只要還有酒精 當然就不能酒駕 馬上對他實施酒測 0.29 那是超過0.25 好像說我開鎖一趟 酒測值0.29毫克 超過公圍標準 要移送法辦 20歲的無姓騎士 自稱週末和朋友去夜店 喝了三瓶啤酒 玩到凌晨一點多 才肯離開 在夜店門口乾脆路倒睡個覺 醒來的時候 自扣是清晨6點多 以為睡了5小時 酒應該退了吧 就騎車回家 結果整路搖搖晃晃 被巡邏圓警盯上 穿這樣睡不會冷 就很冷 我穿這樣都好冷 睡睡剛熟 剛騎車的時候 手一直在動 無姓騎士被攔下時 還一直問過了多久 才不會有酒精反應 擔心酒精超標 卻沒想過 酒價可能造成的危險 根本放錯重點 TVB秀的張君彥 魯惟欣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電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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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